Hello大家好,我是家聰 我經常在直播的時候 有很多人問我 家聰,你來香港吃了這麼多東西 有哪間東西你覺得好心?好好吃? 糟糕了 剛剛拍拍一下,沒有做畫面 可不可以發現原來是記憶卡的問題 幸好發現得早 不是猛性性的,整條影片就不能了 剛剛發現了這張卡,可能我們拿錯了 那張卡,不是Kiosya的 什麼?不是Kiosya的卡,不能拍? 傻了 我不知道為何會這樣 慢著 你很幸運,我們手上有兩張Kiosya卡 剛好多出來的 快點放給你 Kiosya是記憶卡 沒錯,就是Kiosya的記憶卡 我立即買,快點 Kiosya是一家總部位於日本東京都的 電腦記憶體製造商 東芝記憶體在2020年4月 將產品品牌改為海合 Kiosya這個名稱 是全球第二大記憶體生產商 亦是快閃記憶體的剔造者 它擁有超過30年生產快閃記憶產品經驗 所有記憶芯片都是自家日本廠房生產 技術、品質全權掌握 Kiosya 憑值其MicroSD、SD記憶卡 USB隨身碟和SSD的全方位組合 專為中端消費者設計 可以隨時隨地儲存其數位生活方式的消費型產品 那到底哪裡可以買到Kiosya記憶卡呢? 就在各大小電腦場 HKTV Mall、Price、Soul0網購都可以買到 最齊當然就是Kiosya香港航空代理Mills eSop 那怎麼辦呢? Kiosya卡之前我也拍片做測試 這次拿錯了,忘記用了 現在換兩間再拍 我想說記憶卡其實很重要 有時你覺得浪費這塊錢 你是買一張卡班嗎? 其實不是,我想說你買的 是回憶的 你想想,你拍完整天沒了影片 你不是沒了錢,不是沒了卡 你沒了一段很珍貴的回憶 所以這個真的很重要 那以後我們顧一張卡就開播了 之前直播,很多朋友都問我 家聰,你們在香港吃過這麼多餐廳 有哪一間比較深刻呢? 今天要介紹這間,就是我來香港之後 我都吃過幾次了 第一天來香港的時候 我都帶大家來這裡吃的 它就是在九龍城福島村道59號 就是一間HKC 但它比較特別,它是吃串羊的HKC 串羊就是什麼呢? 它有點炸串 但是它又不是天虎狼 總之它是下去炸的 但是它就不是全部都吃炸的 因為它有很多東西 它有刺身 又可能有和牛 個人覺得它屬於比較多種類 多元化一點 我覺得是挺正的 所以叫做北斗 所以今天就來介紹給大家看一看 還有,剛剛遇到女朋友 就很好的著意幫忙出來了 我覺得就可以邀請他們吃飯 歡迎我們的 HOTE和MARATI 我純粹在對面家聽到你的鏡卡壞了 就立刻 你聽到不是我幾多時間在流嗎? 很奇怪,立刻衝過來 就是你去吃東西 那正好 剛巧就走過來 對 不過這間我真的吃過幾次 那我真的... 我好像也有問過你 其實 我也是有介紹你吃的 對,但我一直都在忍著你,什麼時候帶我過來 你一說的時候,我馬上... 終於有機會了 我馬上很開心,真的很期待 家中帶我來吃了這麼多餐廳 我只有這間餐廳我最記得 一間都看不出來 平時看你這些故事看得到了 這次終於有一份感受了 我今天跟你們說,我很開心家中去參與他拍吃東西的影片 一定是吃好東西的 不是,我只是做事,我自己吃很興奮 是嗎? 是,我自己吃很興奮 看不出來 哪一看不出來 心情和身影? 你會不會當家家的心情? 心情就加上去 你試一下包裝有什麼? 真的,就這樣吃就可以了 我真的做回真實反應,我不會很誇張 我都不早加 家中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看到包裝就應該不想吃了 我真的不是到中間才知道這個包裝不是拿來吃的 怎麼都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我沒有說過話? 我看到了 如果你的包裝好像在追求一樣,是興熱區 或者是康熱區 或者有什麼味道,有什麼餡料 你會不會把外面買回來? 那是很貼心的,因為這裡吃串羊 那它的包裝就給你炸完東西吃飯 然後塑上油 塑上油 而且這裡很好,師傅立刻把新包裝給你 是不是第一個吃剩餘的包的人? 也是 不是 嘩,你在這裡嗎? 我來這間店第一口吃的包 我屌你老闆 我最餓的時候沒有吃的包 我應該吃一口最好吃的東西 被我吃完包,破壞了 臉包還要卡住那些 你媽媽而已 我媽媽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我不會這麼媽媽的 哇,是拌完吃吃嗎? 我好期待,神經病 師傅,這個有沒有怎樣吃? 這個就可以拿錢一筆 如果我喜歡那個芝士花味的話 就可以擦芝士花粒 一起拌完蟹膏 我來,試試 第一口給我吃一塊包,怎麼吃? 哇,神經病 芝士加了進去之後,風味提升了 風味,酸酸甜甜的,很開胃 然後加上海鮮 哇,太棒了 透明,顏色是什麼? 那個是一個蟹醋啫喱 平時在超級市場買不到的 買不到的 蟹醋啫喱 早上買到蟹,買到醋,買到啫喱 好,現在讓我試一下 這個是不是之前沒有的? 這個很甜 這個很好吃 試一下 哇,你又開胆 很鮮 出魚子醬 哇 超鮮 哇,蟹醋很香 是很鮮 然後魚子的香味 哇 大家知道我們吃這頓之前 我們吃得很飽 本來以為應該不太吃得下 但是這個很開胃 那個蟹醋的鮮味 加上那個啫喱酸酸的 整件事 嗯 我吃這個之前 我都吃了一些東西 吃了一塊包 但我吃完一塊包 吃這個都覺得很棒 這個真的很出色 看啤酒好一點 梅酒有嗎? 梅酒有 可以嗎? 收梅酒 梅酒呢? 我不太怕 怕罪 三個男人在這裡真的有點危險 對 很安全的 那不是師傅 五個男人是男 以上 就是一個女人 一張Minto 我想分享一點 我記得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就去喝啤酒 我就去喝啤酒 我去喝啤酒 他拿一杯水 他又說了一些日文 五人說我不懂聽 他對著我這樣 我就說 拿一杯水給我亨利 那麼沒禮貌 就算了 亨利了 他就呆了 他就呆了 他發現他要給我幾杯水 我隔你那個人 我發現經常都會拿這些東西 其實上次我跟你一起去吃 我隔你 我很好笑的 他們一開始都問我們有什麼東西是不吃的 真的嗎 他們說我不吃羊 師傅那個米是串羊 串羊 串羊米真的是羊 串羊 串羊是對於渣 唐羊 哦 我吃到這個羊 哦 對 那個女的跟你一樣有這個疑惑 她差點離開了 沒有其他東西吃 你都不會吃 我就是你旁邊很搞笑的客人 你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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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隻蜆 哇 很大隻 那個蜆味是鮮 蜆也很大隻 哇 幾三晚還噴水 哇 這個真的是 好爽啊 用柚子醃過 柚子皮 是柚子 柚子和芥末 和芥末 和北忌貝 北忌貝都是肚子 北忌貝 北忌貝呢?我們以為是甚麼? 你吃了柚子 你吃得出,加了柚子皮 但你不吃不足,北忌貝 北忌貝是這樣的嗎? 你以為是甚麼? 是紅色的 你不要看我的影片 它那個你要稍微稍微變成粉紅色 它生的就是這個色 是嗎? 看到這個已經變了一點紫紫的粉紅 把一些不太好吃的味道去掉 學到東西了 不要再問了 那你在那裡是甚麼? 魷魚 以為而已 吃下去就覺得不是 吃下去就覺得是甚麼 北忌貝啊? 我又不想說 我看的時候就是這樣 看的時候 但是要這樣 對,這個樣子 我的手疲累 我先放下 我也有少許偶像包袱 不好意思 這樣也不錯,自在一點 這個是甚麼魚? 這個是深海池魚 我試試這個深海池魚 很結實 這個 咬口 這個 平時說很棒很棒的時候 是會說一口飾溶 那個是 軟軟 加到火焰 火裡面有焰 小臨屎 第二名 這是什麼? 這是一口飾溶 一口飾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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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又是甚麼? 這個是一個韓詩 韓詩 韓詩 對 現在是冬天才會有的 比較當作的 所以都比較肥美的 這個 只看的時候 都感覺到它多肥 嘩 嘩 它的表面應該是辣過來了 很香 很棒 而且它的油脂 嗯 它在表面 辣辣 油脂真的很棒 神經病 有甚麼意見? 都沒有意見 你每次攝影機過來的時候 我都吃完了 人家以為我沒有吃過 哈哈 先試一下阿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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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以為阿泰沒有粉吃 好飽啊 但好吃 大多久 不,很不想 一次都吃完 真的 好大 好辣 吃肉 是很滿足的 吃口 膽膽肉 嗯,都很煙韌 很咬喉 很可愛 因為厚 gelernt 這是老闆 我還沒看到 PATRO 對啊,我沒有看到龍鑼 怎麼吃 ­ 我不放得動 多了層次 你還是想問好感的問題 你都不好意思回答你 我你都不能吃幾多湯 嘩 嘩,在吃甚麼呀 拖羅的油脂和紫菜炸的油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兩者之間已經融合在一起了 誰批准你發文的東西出來的 我超喜歡吃拖羅 油脂黏了 入口即肉 紫菜就停止口感給你咬咬咬咬咬咬 我剛才吃的一塊東西 我暫時全晚上最軟的點最好吃的一塊東西 魚子 魚子 在昆布上剷了鱗 哦 即是冬蟲草的粉絲 原隻帶回來的時候已經昆布上鱗了 即是整張的帽子上膝蓋起來 感到那麼殘忍 滿了 每一次 masih… 嘩...沒有看過你這麼猛 我本身是沒有肚子的人 就這樣 所以你們不會說我近手他那肥 我就不想擺到好它那樣 波羅是你的目標嘛 你要上 CAR.不要不浪費可遲 有很多師傅在網上,我吃冷水才走 我吃多少個碟 其實會很飽,不過喝完酒之後就可以 因為酒精可以沖淡一齊 面上有些泡沫是甚麼? 是一個核子 面上有些酸汁的泡沫 其實就是蠔,即是芥末的沙律醬 真棒 這個蝦醬很不得了 整隻蝦都可以吃 我吃過三次 我看蠔底的第一次發現是怎樣 行不行? 很香很脆 都跟大家說,我們有三次 三次我沒有吃這個 我真的有吃的 可以吃的嗎?師傅 可以吃的 上次我也有吃的 不太辣了 腳跟肉一起吃 更加有口感 味道可以吃的嗎? 師傅也不記得吃的 可以吃的,但已經戒掉了 但腳是很香的 我想說它的蝦味 你看 已經炸到這樣 表面油炸很脆 但肉還是很嫩 完全不會超過的 這是清湯煮龍蝦 清湯煮龍蝦 還有海膽和蔥 大哥,這個 都是整排 客人 這麼奢侈 我跟你說 就讓大家看看 下面那些是清湯 海膽配龍蝦是很瘋的 蝦的味道是很容易溫度的 龍蝦經過清湯煮之後 那個鮮甜的蝦味 是更加出的 但是龍蝦本身 是做一些淡淡淡淡的食物 再加上海膽的鮮甜 再提高一個層次 再加上蔥 這兩個已經吃到飽了 散步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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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個其實也不需要介紹 基本上 你咬進去 它就馬上變成一碗蜜瓜汁 我個人覺得就是這樣 超棒 不得了 吃得很飽 但是很滿足 再次多謝大家 多謝浩子 阿泰 謝謝你 還有一試吃 創始 經常被迫營業 再次多謝幾多四天賺助 這次也要見 買幾個卡 我覺得真的沒有節省 你不是在買那張卡 因為那張卡裡面裝的是什麼 是你的回憶 你很快樂的一些片段 這樣吧 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 Like Subscribe Share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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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